依照比例倒入漂白水做家庭环境清潔 这是疫情时代不少人会做的事情 但是有一名三十岁的年轻妈妈确诊 就怕病毒会传染给幼儿及家人 勤快用漂白水来消毒 但却因为这个消毒举动 让肺部受到严重创伤 苏伊丰医师说这名妇人确诊康复后 担心病毒会残留在环境中 因此关起门来 使用一比一的漂白水 加上热水来做消毒 没想到三周后妇人出现胸闷症状 而且越来越喘 足以影响生活 就医求助后才发现 妇人是罹患了两侧毛玻璃肺炎 根据了解漂白水的稀释比例 必须和消毒的时间相互做搭配 一比五十漂白水只需要停留三十秒 就可以杀菌 一比一百大约停留五分钟 至于一比两百则是需要超过二十分钟 才能达到杀菌效果 建议稀释比例大概是一比一百 三十秒到一分钟的时间 然后我们来进行擦拭 漂白水要杀掉新冠病毒 浓度可略做调整 针对有病毒的呕吐物分泌物 可使用浓度较高的一比十漂白水来做消毒 至于环境清消 可以用一比五十来做清洁 但是一般的一比一百可消灭细菌 要短时间内消灭新冠病毒 恐怕较不适合 不过教授也提醒漂白水是高腐蚀性 容易挥发 清洁之前务必戴好口罩手套来做好防护 千万不要直接接触皮肤 否则环境是消毒干净了 但是身体也会受到伤害 记者杨世叙翁 翁家瑜台北采访报道